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男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 我们说两件事情 那个第一个事情呢 是南波湾傀儡政权 他们老是喜欢认贼作妇 那么主要是 在他们心目当中 美国呢 是这个 遥不可及的 但是现实中呢 他们从感情上 他们更喜欢认日本当爹 但是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 台湾老是花钱购买这些 所谓的一些西方反华国家的一些所谓的跨党派的议员 到台湾去串台 那么 但是呢 这个为什么越串 效果越糟糕 越串 越会出现啊 被这个楼令踩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来看啊 这一次呢 日本直接 他们2025年要搞这个世博会吧 呃 台湾他不 他想用台湾的名义去参展 但是日本是坚决不同意 只能以一个公司 那这个就让台驻日代表谢长廷啊 这个 颜面无光 也让整个台湾颜面无光 等于说你 蔡英文你 你这个搞了这么久 天天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是民主跟威权 我们是民主的一线 我们要抵抗住威权第一线啊 我们盟友啊 我们好朋友啊 这个 好像 这个 有这样一个结果 让我觉得好像 挺糗的哈 台湾人说挺糗哈 我们来看一下哈 谢长廷怎么不讲话了 呃 当了一辈子凯子啊 花了那么多冤枉钱 结果人家 人把你当啊 啊 细汉 鸟都不鸟你 日本2025将举办大阪世界博览会 啊 这个 所谓我国政府 犹豫编20亿预算参展 却传出不能用台湾啊 的名义 只能挂名玉山数位科技诸事会社参加 王八好当气难受 福岛大地震 我国捐68亿台币啊 所谓的我国 日本为何时我们不敢说个不字 把日本人都不打的AZ疫苗给我们打 艾培基3被刺杀 我们这样扮起立同向 结果打了高端 还不准我们入境 博览会不让我们证明 这个大哥哥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小弟呢 谢唐廷到底是朱日还是朱日啊 怎么看都不看一生呢 用个玉山科技诸事会社的名称 英文更是被矮化 玉山两字不用拼音 玉山 玉用的日本 这个字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玉山镇是严守县辖下的一个镇 简直就是把台湾当作殖民地 也反映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心态至今没变 谢昌廷连这个也不清楚吗 为何不准用台湾两个字 政府应该要问个清楚啊 是美国不准用 还是日本单方面不准用 还是又推给对岸 花了老百姓二十亿经费 连路跟脸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啊 你倒是给我个说法啊 就是说啥意思 你不仅呢 就是说你给日本共二十个亿 给日本共二十个亿 参加二零二五大阪世界博览会 那就这个就是 这其实是一种隐喻的 就是你还有没有可能到二零二五年 我个人感觉你在二零二三年就完蛋了 还二零二五年吗 对不对 你想的太太美好了吧 那那日本是不是也默认为说 二零二五已经没有没有台湾 只有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台 这个统一大框架下的这个台湾省 我个人感觉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个可能性人家日本人也看到了 那如果说假设你在乌龟王八 狗烟残传到二零二五 那你掏了二十个亿 进贡给日本 福岛大地震 掏了六十八个亿 换来的何时 那这次换二十个亿 台湾不能用 而且这个玉山两个字 你这个叫什么玉山 什么数位注视会社 玉山还不是用汉字 玉山是用日语的 这个叫做田马亚马 是不是都读田马亚马 就是T-A-M-A-Y-A-M-A 他是说日语 也就是说他把你当 还是这种对台这种殖民心态 你要知道他是你的殖民宗祖国的话 你跟他不是对等的 你不是说弄他爹 叫他大哥哥 你给他低头 日本人我说过 他只崇尚强者 他今天对中国大陆 他都可以磕头 那被美国是骑在裤裆底下楼领 对中国他今天可以磕头 因为当解放军过去给他压力的时候 他都是害怕 所以说台湾人就是说 一直以来都是说贵的 我都说过了 那个经典画面 往他贵一排 屁股撅起 三角裤退一半 你日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想怎么倒就怎么倒 想怎么捅就怎么捅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你跟日本人 对吧 看到日本人 这样的 对吧 那你自己这么下贱 这么就是说 给别人看贱骨头 那人家当然把你这么的楼铃了 人家把你楼铃 他爽的要死 对吧 所以说别老是听听 你看他什么日本友台小祖们过来了 台湾游戏就是日本游戏 放你个驴儿屁 这可能吗 你连一个参展都 都是真的是 真的是当凯子 当怪了 被日本游戏 被日本很羞辱 你要知道 日本为什么他不敢用台湾这种词 你用台湾这种词 那中国马上就是给日本更大的颜面近视 而且他不敢 岸田文雄还要跟习近平在东南亚还要见面 还要这个谈呢 主动找习近平谈一些事情 对吧 所以我说过 安倍晋三死还看不懂吗 日本天皇不会管你的 还天天贼兮兮的 给日本天天送钱 到最后老是被侮辱 被羞辱 日本的那些 所谓的友台小祖 到台湾来 对了参应文 参应文就差给他下跪了 人家就坐在那边 讲话都是这个样子 翘着脚 然后日本人们都是这样 然后看到不看他们一眼 看到不看一眼 笑容都没有的 就讲话就这样 这个 就这样子 丢死人了 你天天搞一查又一查 所谓的什么跨党派小组 对台湾的支持 好朋友啊 都是好朋友盟友啊 说给谁都挺的 难听的要死 扯驴带 好朋友盟友 听到我都想笑 人家把你当什么 人家把你当他妈机里面 拉出来的一坨他妈的绿色的机尺 踩在脚底下 你还不是把自己当一叠 这些菜 笑死我了 搞笑 这就是被大外公 天天拜这个爹 那个爹 愣羊爹 人家到国际刑警组组织里面去 小区开会 被那个白爹总干事一脚蹬出来 参加所谓的WHA 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 都是被人家一脚给蹬出来 一脚蹬出来 踢出来 蹬踏 对吧 在太平洋参加什么岛国 会一脚被人家踢出来 滚到地上 在地上打滚 根本就是 对吧 还被 我记得好像在太平洋的时候 还被中方的代表揍 揍一顿 被大陆代表揍了一顿 这丢死人了 真的是 那么现在下一步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 这个解放军近期这个活动 就解放军 不是说今天就是三架战机四收军舰过去 这段时间以来有好几个动作 所以有必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而且包括所谓的 马上他有九合一选举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台湾周边海空与近期 共军机舰又有不寻常行动 所谓的国防部 10月31日至10月3日的即时军事动态 未发布共机跨越台湾海峡中线 与在台湾西南国际空域活动 那么也就是说 这几天是没有停止活动了 4日起突然发布共机 就是解放军军机军舰 就是活动了 加剧了 是否呼应东北亚第一岛链军事紧张对峙 或台湾本岛政军敏感事件 值得关注 11月是公布 殲-11战斗机是8架次 在接近福建三都澳支台湾海峡中线越线 殲-16两架次 殲-12两架次 接近福建与广东交界处支台湾海峡中线越线 运八反景机一架次 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支台湾西南空域 共建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 从原先总述三艘政治四手 10月5日 在东沙岛东北支台湾西南国际空域活动 共建简直两艘 6日发现歼-7一架次 彩虹-4无灵机一架次 速三菱两架次 歼-11一架次 在这江省与福建之交界处台湾海峡中线越线 歼-16八架次 BZK-005无灵机侦察机一架次 在接近福建与广东交界处越过台湾海峡 运八反景机两架次 在接近福建与广东交界处支西南活动 空景500一架次 无争7一架次 在接近东沙岛东北支台湾西南国际空域活动 共建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 数量政治四手 那么 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看了最近全都是在浙江福建的交界处 福建广东的交界处 在这些地方全部都过来 而且 等于说 从情况来看 最近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的平凡 而且采取一种攻击的一种状态 为什么 因为过去 没有说搭载这个无人机 那也就是说现在是什么 空景500 指挥 等于说有这个空中的尖击机 有空中对舰打击的 对面打击的这些飞机 还有这个 这个空中对台湾要空袭的这些 都有 还带有反辐射的 有 那无人机有插打一体的 有这个侦察的 隐形的 等等等等 等于是 包括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这个活动 也就是说在低空 这个中层和高空 中空这一带 包括水面舰艇 等等等等 这个攻击的这种态势 立体的这个态势相当相当的明显 也就是说 当出动这些无人机的时候 情况就愈发的紧张 不容乐观 对台湾来讲是不容乐观的 因为这意味着你马上就得死 那么 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 11月31日至11月4日之间 如果说没活动 我觉得也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在二十大以后啊 这个 中国连建了四个国家 那么 之前呢 大家又知道 由于美国 印度 还有这个 这种上台湾 到处在网上散播 说一带一路 他有这个债务陷阱 那么 这一次的 习近平连14国 连建四个领导人 都代表说 一带一路 它是继续进行的 而且是非常有活力 越南 塔桑尼亚 巴基斯坦和德国 这个项目照样是在搞 照样是在搞 虽然说 国内的经济形势 比较紧张 但是 依然是全球最具有潜力的 最具有活力的 也就是说 我巩固了 我这边的 所谓的 国内小循环 欧亚大陆 亚非拉大循环 这么一个套路 也就是说 我跟这些关键接点国家 我依然保持非常好的 这种贸易的水准 那在这个期间 当然没有必要到台湾的这边 来给他压力 但当他们弄完 事情台湾以后 该签的单子 该赚的钱 该供应的东西 全部到位以后 那这边我就会对 给马上就会给你颜色 而且是当德国总理 一走以后 马上这边 就是给颜色了 再加上G7 不停地拱火台湾 什么 必须要保持台湾和平稳定 这就是中国 对G7的最好 最好回应 就是说 别他妈唧唧歪歪 台湾这边我说了算 老子今天想 让他他妈和平和平 老子今天想 让他他妈咪 这里风起运用 你们管不着 别人在那边 给我唧唧歪歪 你们管不着 对吧 再加上还有一个 最近确实这边 是要有这个 要给压力的 因为朝鲜半岛的压力 它增压到一定的顶点了 如果说 这边不来点动作的话 不分散美国的注意力 跟让美国紧张的话 他压朝鲜那边 这个态势有 有一点点 快要脱线了 风筝要快脱线了 就这种感觉 这个地方必须要有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近期 我们的这个 在十月份的解放军的 等于说海洋监测船 不停地在日本 这个延美大岛 大鱼海峡这一代 在这里活动 等于说在这一道 等于说解放军的潜艇 通过这个地方 等于说景天日本了 但是他们想不到的地方 景天日本的 进入到这个太平洋地区 潜艇军舰 也就是说 这大力度 对日本的水底下的 这个水温条件 进行这个征搜 以及还有就是说 在这里反潜 在这里反潜 那这个局 已经是越步 越这个大了 这个网编织越来越大 而 现在对台的这一个态势 我们已经看得很明确了 现在基本上 它就是属于一种 一种攻击的一种状态 我跟各位讲 反而你看北京这边 之前对台没有什么动作 反而是更可怕 这个也引起台湾的可怕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这个 我们来看看 近日解放军的动作 与赖清德 在这个 帕劳 提出所谓 新台独论述 强效声 可能仅针对 解放军海空兵力的 频离动作 升高民进党 九合一地方选举的支持度 这次 所谓的 赖清德 新台独论述 势必将在 民进党 选情低迷情势下 再度吹升抗中保台策略 即使蓝绿阵营各自归队 中间选民 浅绿与浅蓝等选民 再度成为朝野政党争取的关键选票 操作抗中保台策略是 显招 与过去两岸政治气氛不太相同 解放军说的少 做的多 台海中线被消失 选民对于蔡政府失信 维持现状的承诺 不排除是选举 钟摆效应的酝酿 那么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赖清德 他这次在帕劳说的是啥呢 他重申了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并指出美中台对台独的意义 有不同解读 台湾独立是指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台湾社会的共识 他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也没有路线微调的问题 对此中国大陆国财办与外交部 以及解放军 迄今为止 未透过媒体发表反台独言论 看似极其冷静 其实异于往常 异于往常 所以说赖清德 他这次到这个帕劳去 叽叽歪歪一些话 其实很危险 他所谓的新台独的论述 这个大陆这边不说了 所以说 现在解放军 说的少 做的多 这就是一个良性 这就是代表 就是要有动作 过去你看 你看那个说的多 什么动不动展示 什么 那个都是以武必统 以武必降的 一种方针 而真正的 说的少 做的多 对于你的台独行径 到国财办 外交部 国防部 都不来说了 就代表你小子 马上就让你 就让你死瞧瞧 所以说 所以说你看 日本就不允许用台湾 2025年 你别用台湾了 那时候没有台湾了 真是搞笑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